女神怎样存在 希望是马其猫也可以成为她的朋友 马其猫当时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 疗愈的甜食的下午茶餐厅 然后在那个餐厅里面 从诞生出来一只只像鹿一只小猫 我们从白色的那种麻吉里面 诞生出来的感觉就是那种疗愈啊 幸福感那种保护感的感觉 其实我本身喜欢用插发手绘的东西去创作啦 虽然现在都用电脑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把那个电脑上面的 比如笔触啊 调的比较像手绘的感觉 对设计专专业来讲 我觉得哈罗皮尼还真是一个很成功的设计 来呈现的我觉得好完美 长大后发现她其实还在我们身边 就是心里不理啦 我们这些后辈的角色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她真的是我们的一个像神一样的存在 我们小时候家里的不管是什么窗帘啊 布帘啊还是那个地点啊 就充施在家里面的生活用品 但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叫哈罗皮尼 第一趟最深刻的时候 我记得是两千年吧 那时候麦当劳在买儿童菜买什么菜 然后送哈罗皮在那边玩玩 大家想碰到你 哈罗皮红奔这样 这么像一个巨星 等到时候可以邀我们的马基茂 到他们的游乐园玩的 就是他的豪宅了 马基茂能够也可以成为他朋友 因为我觉得也有这次机会 我觉得也是开始 受要做新闻的邀请 然后来参加2019的抱宝节 这次是那个新闻跟三六一起合作的 我今天也特别为那个新闻的朋友们 画了这幅 哈罗皮尼跟马基茂 做在一起的一个小作品 活动是在12月14 还有15号两天 微风南山广场 那到时候我们马基茂跟哈罗皮尼的这个作品 特地为哈罗皮尼45岁生日 然后再重新装作一张新的作品 也希望能够再持续关注 有新闻的诗专业 还有马基茂的诗诗专业